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在Richmond的Townhouse樓盤 樓盤是樓花 所以現在什麼都未建好 它會在2023年春季左右建成 差不多現在就會放出來賣 項目的名字叫Innover 建築會在哪裏呢? 其實會在Kwachina區 南北的第一路 配合Granville和Blundell中間的這個樓盤 總共有30間前後兩旁的Townhouse 發展商是Enriched 稍後再和大家介紹 大環境的話 第一路在以西過兒這邊 已經是樓盤、公園、海邊、Terranova 比較多陸法地、公園等設施 比較休閒一點 距離在Richmond Center是那裏 較多陸法地、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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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密集的居住區 來到Number One這邊已經會安靜很多 我們先看看建築模特兒 這條是Number One樓 後方向北 近一點的部份會向西邊 後方向東邊 整個項目有30間Townhouse 你會見到前後兩旁 所有部份都會並排雙車庫 可以拍到兩部車 其中一部車是可以充電的 即是有充電車位 講回前後排的結構 前排的話 地圖會在前面 大家會見到前面有一間間花園 外面亦會有一條Walkway 整個屋苑入車都會通過這條路 通出Number One樓 前排全部都會是三房三層樓高的Townhouse 大部份的Unit都會是1300多尺 唯獨有三個Unit是Legal Suite 其中兩個就是門口這兩間 它會大些的 差不多是接近1500尺 Legal Suite就是這個凸出來的位置 可以有一個獨立的門牌 大家如果看到 這是同一間屋 這是主樓 主樓入去的地方 另外如果出租的單位 或者給朋友住 它會有旁邊還有一個分別的門口 有分別的兩條Walkway 但都是同一個Unit 例如Number One和Number 30 都是Legal Suite的單位 但如果是Legal Suite的單位 樓上就只有兩間房 這是前排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後排 前排是三層高 後排全部都是孖屋 兩層的Townhouse 所以大家會看到 高度上前排的主人房 那一層 看出去都可能會有少少景觀 那這一排孖屋後面是甚麼 後面已經是Single House 獨立屋 那些高度 可能舊一點的 類似兩層高 如果是新屋 可能會起到三層高一點 另外 樓底的話 所有的房子 全部都有九呎 樓底 而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這些主人房 突高出來的 其實有十一呎 樓底 令到房子的感覺 可能會舒適一點 和採光會更好一點 好了 看完前排 看看後排 後排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孖屋 這裏是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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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duplex 後面總共有六組 六組加起來有十二個unit 尺數由一千五百尺起到一千七百多尺都有 客飯廳全部在樓下那一層 樓上就是四間房 大致上這個project分佈就是這樣 中間有一個 好像大家可以共享的中央花園 以及有些visitor parking 大致上這個project就是這樣 價錢方面 和大家分享的會是很initial 因為這個project 如果大家回到網站看 其實很少資訊 很多東西發展商都被finalized 只能和大家說 大概starting price是一百二十幾萬左右 可能隨時會有改 各位朋友 如果你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想知道之後的update 例如什麼時候可以來這個showroom看 前後排不同unit的價錢 或者floor plan 麻煩你follow我的IG 我有什麼新的消息 就會update在那裡 好 我們看完這個方便之後 就去看一看廚房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project 什麼都起不到出來 而且它也是target 是2023年的春天去落成的 所以現在是沒有一個show unit 但是發展商就做了一個廚房 給大家看看 現在大家看到這隻color 叫nature 是這隻灰灰色的地板 然後大家看到 是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其實所有的floor plan 都會有一個L-shaped廚房 根據你家屋的大小 L會很大或者小一點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它擺得很鬆的三張巴椅 我想最少可以坐四張巴椅 這個size是八尺 就是四房的townhouse 就會這麼長 如果大家買的是三房unit 就會七尺 會短一點 我們可以一樣一樣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project 亦有一個特色 不知道大家記得我 做concord metro town 有steam closet 來到這裡也有 這個好像更漂亮 這個不同牌子 我記得是LG的 是condo才有 我在Richmond 好像都是看來 第一次看到townhouse 有做到steam closet 這個牌子是Samsung 給大家看看 裡面可以掛衣服 steam在上面 下面有tank 放水 乾淨水和污髒水 可以掛褲 例如你現在的衣服 可以放進去 也有不同的program 例如soot 校服 或者是冬天的外套 用不同的時間 羊毛 針織 outdoor 你開始了 就會在這個過程中 steam和dry 也可以只做drying 例如外面下雨 濕濕地 這個project 它會有的 是雙門雪櫃 Fisher & Peco 其實這個 也是他們 從之前的project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這個發展商 建了另一個project 叫做Heron 就是在steamson highway 那邊附近 也是賣光的 也是很類似的 但當初那個project 是做單門雪櫃 今次他參考了 當時的經驗 做了一個大一點的 Fisher & Peco 雙門雪櫃 下面是冰櫃 整個idea 希望可以住townhouse 住到好像house 還有一個pantry 可以放東西 大家裡面看到的 這些金屬包邊 其實也會有的 上面漏了 上面也是 然後來到這一邊 大家看到現在的countertop 全部是白色的quart石櫻 這是西班牙運過來的石櫻 如果是另一種color scheme countertop其實會是黑色的 待會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的waterfall 是upgrade options 如果大家不upgrade 它就會是普通的邊 沒有waterfall 微波爐會放在這邊 就是Panasonic 都是built-in 下面也有櫃桶 大家看到櫃桶裡 這一層其實是防水紙 這個是四房獨有 可以做到的upgrade option 就是做到垃圾桶櫃桶 如果大家不upgrade 它就會是standard 普通打開的櫃 可以做櫃桶 但是三房就未必做到 因為counter不夠長 這裡就是雙星盤 雙星盤裡面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 這一條 都可以 又正身 我以為它是磁石 很重 你要磁石嗎 對 然後這裡就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是bloomberg的牌子 這裡就是tiles 然後也有LED燈 上面的儲物空間 一樣 給大家看看 剛才也說過 他們這次設計的想法 是希望townhouse的廚房 都可以像house 好洗 所以做了很多儲物空間 大家看到所有cabinet 如果是四房 一定會有這麼多 不過可能是L形 轉彎 三房可能會少一點 這些是櫃桶 這邊還有櫃桶 大家看到下面這隻 貼到橫黑色的 有升級選擇 如果大家不要的話 就沒有 純粹給你櫃桶 你自己買 自己喜歡的風格 都可以 看到它的櫃 其實不是全都是板 它有鋁條包邊 包括大家看到這條邊 上面 還有裡面 這些位置 裡面那層也是 整個整體就會硬一點 就不會全部都是櫃桶板 焗爐 大家可以看看 是Fisher & Pico 它就有不同的 這些switcher control 上面的 gas爐頭 還有下面的 lighter fan 為什麼有這麼多switcher 不是 它這些是 這四個是 for oven 1 2 3 4 然後這個 控制是 下面的 bake 這個就是for light and fan 有寫在這裡 有寫在這裡 那裏 漆頭煙機就在上面 它外面 也包了白色櫃櫃面 包了邊的 然後這邊繼續是 儲物空間 跟剛才一樣 也是大櫃桶 那先看看 就一格櫃桶 櫃桶裡面就沒有了 哇 放了很大的 好 現在其實未開放 它是讓我進來 先導微快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 這個項目可以聯絡我 一有得進來看 就有準備給大家 看看它的功能 還有一款顏色 叫Urban 挺相似 我們剛才看的 Nature 因為它沒有做洗手間 所以跟大家分享 洗手間的顏色 如果去到洗手間的地磚 這款是master bedroom 洗手間的地上 有一個樓盤的顏色 牆壁的顏色 會是這樣的 灰灰的顏色 這間屋 下面那層 就是地板 樓盤 上面會是 carpet 就是這顏色 如果想轉地板 都可以做更新的 看看另一款顏色 這款叫Urban 其實地板 和廚櫃面 顏色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countertop 大家會看到 白色變黑色 而配上那塊 backsplash 都會深色一點 在這兩種組合 VS這兩種組合 看看大家喜歡 暗黑色還是光亮一點 深色地板是一樣的 大家看到 櫥櫃面 都是白色 這些下面都是 但它會配上很深色 即是黑色的countertop 還有這些backsplash 都是深色的 至於 廚櫃面 會是深色的 木色 而且很有趣 這裡都是白色的 它對比會很強 另外 light color 是這個和這個一樣 那個townhouse的外觀 就像大家看到一樣 是比較modern style 這些 大家看上去是木紋 其實就是 我問過發展商 他會用Hardy board 這個Hardy board的好處 就是去房木 有些設計 但又不會像真木 因為如果真木 我看到一些townhouse 可能一兩年之後 便會變色 要做很多維護 Hardy board 有美觀效果 但又不需要太多 維持 這個應該是第一層 它會有一條walkway 這些都會有strata 去維持 掃雪 然後每一間屋 都會有前門 在前面 這些是你的yard位 剛才大家看過的layout 上面其中一間房間 會有露台位 都是比較高的樓底 好像這些是十一尺的樓底 然後上面會有燈 可以開燈 我們看看floor plan 我們可以先看A plan 是前排的 如果大家只需要三間房 寧願高一點 最高的房間 可能可以看遠一點 就可以考慮A plan A plan主要分兩隻 一隻有legal suite 一隻是沒有的 我們先看沒有legal suite 這些紅色的 全部都是這隻單位 雙車庫 拍到兩部車 樓梯在旁邊 第一間房間是在樓下 有自己的洗手間 樓梯上去 這是客廳 廚房和飯廳空間 有island 有office space 有powder room 有露台 這個AD就是steam closet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去到上面有兩間房間 主人房間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L-shaped walk-in closet 再進去洗手間 就是5個 兩個sink 有浴缸 有shower 然後另外一間房間 都相對大 它也很長 放了床之後 還有空間 closet在這裡 有自己的洗手間 兩個都是套房 laundry在外面 laundry裡面還有洗手盆 車庫這排 都是向內圓 主人房在這個位置 第二間房間是向外面 就有露台在這些位置 A3 plan跟剛才很相似 它的差別 大了 大了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下面那一層 第三間房間 變成這個房間是legal suite 整個房間只有三個單位 因為它是可以lock off 這裡的門可以鎖 就是自己的空間 可以睡覺 有小小的廚房 storage dining 也有laundry 有洗手間 樓上就變成兩房的townhouse 跟上面其實是很相似的 這個是前排的三房三層townhouse 我們說一說後排 後排主要是CDE 有三個plan 尺寸是1564呎 會是最小的四房unit 雙車庫 入屋 大門口在這裏 有一個powder room 後面有客廳 飯廳 廚房 panel出去 已經是後院 然後這個樓梯是中間 上到樓上 大家可以看到 master bedroom在這裏 連同 en suite 五層 整個都是master 然後這裏是1 2 3 另外三間房 2nd bedroom也是一個sweet 第三間房 和這間是share洗手間 中間有個墊位 所以樓上會有三個洗手間 樓下是powder room 3.5 這是小小的四房 然後還有兩隻 這兩隻其實很相似 就是大一點的四房 總共有六間 這裏 剛才這裏是小的四房 這裏是大四房 1724或1786呎 這兩個職位也是很相似 就是雙車庫 一個很大的L-shaped廚房 加上大的八尺countertop 然後客廳、飯廳 然後樓上會有四間房 master bedroom就是這裏整個 另外三間房 一樣都是3.5個洗手間 其中一間房都會有個sweet 另外兩間房是share洗手間 laundry也是有洗手盆 下面也有一個powder room 即是主層都可以去到洗手間 這兩隻職位最大的分別 除了尺寸相差十多呎 其實就是樓梯位 這個樓梯位是中間 這個樓梯位是側邊 所以令到dent office有些不同了 這個dent office是中間 加上走廊 看上去更大 上面和大家分享的職位 就是窄些 但就是比較尊重 就像半間小小的房間 我説了很多 我不會太混亂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話 即是價錢沒有 價錢的話 現在發展商 因為未完結 所以我迫了他很久 才能說 應該starting flight 120多萬左右 我一旦有消息 便可以在IG上更新 如果大家需要 一個print copy 或者PDF copy of the brochure 和這些form plan 都可以告訴我 Strada fee 大概是兩毫六指一呎 然後 Deposit structure 如果大家有身份 Canadian 一開始有10% 大概6至9個月 就給5% 如果大家未有身份 第一期10% 之後也是10% 大概20% 我針對Innova這個project 因為它的樓花期比較長 可能是2023年的春秋先完成 現在只給了Deposit 等到收樓的時候 你再去付尾數 或者近收樓的時候 你再去找銀行做Mortgage 中間是不需要付管理費 也不需要供樓 這一點和香港是很不同的 另外也有朋友問 買新樓是有稅項的 因為是brand new 你向發展商買 所以你會有GST5% 是二手樓沒有的 另外也有property transfer tax 加上大家要預約7%的稅 on top of purchase price 這個稅項 是你收樓的時候 Completion的時候 才付出 還有 我知道Stream A、Stream B 可能是未來的朋友 都會有去問這些 長期的樓花 因為現在溫哥說 如果你是沒有身份 即是沒有PR card 沒有Canadian citizenship 你其實要付20% 海外買家稅 我們叫做Additional Property Transfer Tax 這個稅 就會是你Completion的時候 看看你有沒有身份 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不需要付 但如果你是沒有的話 你才會付 所以如果大家的計劃 是說知道 2023年一定實牙實齒 會得到身份的話 也可以考慮現在買 到時你自己有便可以 提到一件事 如果大家在行的Stream 是BCPNP 即是叫做 Provincial Nomination Confirmation 有這張東西的話 你亦都可以 不需要被學外買家稅 但如果那張東西 expire了的話 你就會顯示到 在expire之前 你已經申請了PR 那你也可以除了 最後提到 最重要的是 C-Number 這個問題 有很多朋友 其實他拿了一張Corp 例如在香港 做spouse sponsorship 或者可能 已經申請了移民 成功了 未Lending 但有那張Confirma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ce 其實這張東西 你都可以買樓 不需要付20% 但在你做Completion的時候 其實律師會問你 拿C-Number 如果你沒有的話 都會比較麻煩 有些危險在中間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有Corp 其實是可以 online申請了C-Number 它的processing time 大概需要 我想 如果你的人一直在香港 等那個Number 你至少要預算 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他出C-Number很快 但他還要寄回 Original Letter 去你香港那個地方 可能需要10-20個工作日 你才能拿到C-Number 所以大家做好準備就可以了 好 好 我現在和大家來到現場 實景去看一看 將來這個Town House 它的周邊環境是怎樣的 我身旁邊這條 就是Number 1 Road 是大街 大路 方向的話 我前面是北 後面是南邊 這邊第一條大街前面 紅綠燈的位置 就是Blundell Sighted 就在右手邊 就是東邊 大家看到其實已經圍了欄杆 30間Town House 就前後兩排會建 它的左右兩邊 和它的後排 都是獨立屋 大家都看到的 其實 那些獨立屋 就有些人來的 可能有多些房屋 那些Town House Complex 可能只有幾間 十間 八間 整個規劃會更大 和更漂亮 因為原本這些 其實都是Single House 可能是舊一點的房屋 就一起收購了 現在整個Lot 就蓋了Town House 我看過這些 還保留了 一進去Driver的凹位 我想應該是由六間Single House 組成的一個大的Lot 前六間房屋就賣了 拆了 現在裡面是沙地 還未正式動工 所以完成 可能時間需要久一點 就要講到2023年才起好 跟大家分享多一點地位 和周邊的配套 這是Richmond的大地圖 我們在西邊 近第一 Innova 30個project 的尺寸就是 Blandale 這棟房屋中間 如果去小學 小學就會是這個grower 走路過去大概是8至10分鐘 中學校網的話 就落一條 Blandale之後就是Francis Francis這一間 Hillboy Secondary School 就會是那個project的校網 走路過去可能要20多分鐘 22分鐘左右 開車也是4至5分鐘便到 校網之外 如果說生活配套的話 另外一間Francis 這裡有一個Sea Fair Mall 這個shopping mall 小小打了很多東西 起碼有一個supermarket Safeway 可以買咖啡 可以買漢堡包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買酒 入油、銀行等等都有 所以都是一個小小的配套 開車幾分鐘到 如果說不夠 如果駕駛出去 由這裡駛出去 駛出去 Richmond Center Richmond Center 在這裏 在這裏附近 上面置地廣場 去這裏 就差不多是10多分鐘 10分鐘可以駛過去 如果要上去高一點 就15分鐘左右 可以去到上面 食街 至於去玩一下 親近大自然 就在這裏 去V1號路 再過去這裏 就是那個Dyke 那個河堤 之前好像忘記了 哪一條影片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一路可以走到 Stickson的碼頭 Garry Point Park 都可以去到 這裏都是大自然的環境 我們現在就在 Kachina的Golf Club 那裏 其實想喝杯東西 然後還有這些 大自然的綠化環境 大家也可以自己散步 或者帶小朋友去玩 也可以 放狗也可以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裏 我們再聯絡吧 拜拜 不用了 我重新來過 對不起 重新來過 這裏剛好來 哇 爐頭是四個GAS爐頭 那牌子就是 起床體股 現在我要拔這裏 好 好 其實它阻礙我 我想開那個什麼 這個 等一下 Enterprise 兩位 謝謝你們 感谢观看